新鲜的有机蔬菜绿色又健康七块钱一斤啊 走过路过不要管 你这不我们高中那会的学霸斑花吗 我们现在会成这样 你说你倒是要跟了我 怎么不比现在强 那你有什么关系 反正怎么都是卖 不如卖给我们啊 我看你真是狗赶不了吃事 逛之前怎么爬出高中厕所了吧 继吃不继打呀 哎总裁 夫人又要上吊自杀了 您和林家小姐会 最想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结婚 我们都林家联姻 他跟以前一样又臭又硬是吧 乖这个好好知道他什么是规矩 老林忙碌挨揍 这么小的规矩 保证什么事了 与些人喝醉酒骚扰母亲送去警局 好好教教 什么事 事 哎呀 我们就是喝多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小达喝醉酒当街道 喝醉了酒知道调性女生 呀那我不去抢一行了 从小就在那儿调性女生 早就该向你教育了 带走 林姨 你害老子进局了 你给我等着 等人就等着 我怕你啊 有时间聊聊吗 聊什么 嗯 结婚 我叫慕容萧 今年28岁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总裁助理 第一次见到你 就挺喜欢的 所以想给你结婚 你想就不 姐姐结婚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结婚打算 你可能是 不回来先生 我还有这 结婚 天啊 上来不说结婚 这现在人都这么疯了吗 总裁 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他就是个卖菜的 跟隐形豪门林家比 差远了 不背不亢 啊 有勇有梦 这才是我慕容萧 至于林家那个女人 就算全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 休想起我慕容下的女 累死我今天 哎呀 哎 咱们家有千亿资产 是缺你吃啊 还是缺你喝呀 啊 堂堂世界顶级设计师 跑出去摆摊卖菜 哎呀 西优呀 你说解释咋想 踩车被没收了 啊 除非 答应和慕容家联姻 哎呀 我想嫁给那个什么慕容家 你说这些豪门世子哥 能够几个 是真心值得 我不得啊 啊 啊啊啊 走走走走走 只要不是嫁给那个慕容家 你说什么 都可以大意 你的高中非就会车以备合 只要穿上礼服 给我们带个姐夫回来 我们保证再也不管你的事 啊 微婚随时蛋倒 早知道 就答应今天那个帅哥了 哎呀 白莲来抱一下 背景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蓝拉你过脚了 我不过就是拍了个电影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瞧瞧啊 人家呀都进去娱乐圈了 还那么谦虚呢 如果要说漂亮吧 咱们班的林熙岩 那可是最漂亮的呀 林熙岩 她漂亮吗 林熙岩呀 哪像我们白莲呀 天生就是豪门太太的命 而且啊 最近啊 她家求了要命 听说都去摆摊卖菜了 她也就是卖菜的命 对 她呀 也就只能摆摊卖菜 林熙岩从小处处压我一头 她今天敢来 我就感染她身败名利 你看 这可是全球新链发售的顶级宾利啊 没想到我有时候之年 竟然看起来 坐这么好的车来参加同学聚会 这是哪个同学发达的呀 交集买的够严的呀 能坐这一车的肯定是顶级大了 我得把握好机会 我得把握好机会 爱马是最新款的包 范斯折的裙子 我没看错吧 这是林熙岩 好久不见老同学 林熙岩 这车是你的 这不可能 这车全球限量 这车标是贴的吧 还有这身形状 不会也是你在摆地摊的时候 搞得高晃吧 老公 你怎么才来啊 爱莲 你嫁给王子农王老板了 王子农家可人全成第三号门呀 仅次于木人集团和林家 林家 林熙岩 他也姓林啊 不可能 林熙岩从小连饭都吃不上 靠着卖菜 养活那两个朋友平地 谁不知道啊 他是又没钱又逞强的帝魔 我看你到现在都没男人要吧 怎么可能 是那个真人不露像的隐藏豪门林家 我确实是还单身 都是一个班的 一个呀都加入豪门了 一个呀只能摆开卖菜 林熙岩你也够奢侈的 来参加个同学会还租个豪市来 这得花了你半年的卖菜钱吧 哈哈哈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 顺路烧我一顿 哎呦 不愧是菜市场哪个买菜的朋友吧啊 好了 这西岩家境不好 我们都少说两句吧 我看着都到齐了 不然我们进去吧 走 中才 你猜我看见谁了 我看见你看上的一个卖菜小姐了 好痛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我们正说呀 以前你和魏晨谈恋爱的事呢 不过我听说 魏晨前两天好像进橘子了 姬野 你跟魏晨好过 你知道他犯什么事吗 我和魏晨没有关系 以前没有 我更没有 西岩 你这怎么还生气了 不会是一位老乡好进了橘子 你觉得没面子 所以不想承认吧 我看是 当年魏晨就跟我们炫耀说追上了斑花 就连你们两个在小树林里 清白的描述的是会生会色 啊呀 西岩 你上高中的时候就这么开放了 不是那个时候 你俩人睡过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睡过了 谁睡过了 魏晨 你都不是胡说拉倒什么呢 我看是不是前两个教训给清了 哎呦魏晨你可算来了 今天正好西岩也在 快跟我们拳拳 当年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 要不要来现场还原啊 哈哈哈 是啊是啊 说不定这梁晨了着还能救情复燃啊 对 西岩 你说你这现在卖菜也挺不容易的 如果你对他还有情的话 就别再悄悄甜甜呢 你说你这现在也是个二手货 就别跟我比了 再这样的豪门 可是要买用的侠的 可你确实是比不了 我还不至于眼瞎盗 把一个王家打上 你 你真是老公是什么呢 王家这么有钱怎么都算了 我要问你自己 今天要不跟你玩这钱的时候说清楚 我让你爹妈火快吃 你这人 你就是一穷酸臭卖菜呢 要不找人挺肯息 老子看你都觉得我不行 我就是把你睡了 怎么着 残花败柳的祸色 这辈子都没人要你 你倒的人渣 这人 你哪敢拔我 哎呀灵溪啊 这也就是你 睡就睡过了 有什么不敢扯认的啊 上头什么什么这种事 都是啊 看来还是当年打青了 林熙岩你疯了 疯不疯得看是对事 对你们这种蛮嘴之处霸道人 你知道吗 你自己这么疯 林熙岩 你自己的布检点挂得了谁 你家这么穷 不会是他都未成的钱吧 我记得啊 后来林熙岩转学了 不会是因为私生活布检点 被学校开除了吧 我当年转学是因为被布鲁斯大学录取 所以去了国外 怎么到你们嘴里就成了不知检点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造谣的本事那么大呢 布鲁斯大学全球数一数二大学 一年学费几千万 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个舌头 你的脚都不配沾上布鲁斯大学的一点泥 就是 咱们学校论坛到现在还有林熙岩 当年干过那些丑事 魏晨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凭什么打人 果然是啊 以前那些旧姐的又被翻出来了 现在都已经上热搜了 天呐 熙岩 你卖菜的摊位被曝光了 这地上还被配了贱人婊子的字 看来这卖菜是成不了了 你还是赶紧换一个别的正前手机吧 是你的 你逼啊 就认了 还毁了你呢 干什么 反正现在也没人敢要你了 老老实实 乖乖更不过的啊 哈哈哈哈 竟然不知道你背地里干了这么多 我倒看看今天是谁回事 把我布鲁斯大学的学籍和电脑上一个中学实现实 一起发到网上 立刻 马上 到这个时候 还装呢 就是 你明天天不买菜的能乱口证据啊 我一会儿看你跪在地上请我收了你 这这网上竟然真的公布了 熙岩在布鲁斯大学的学籍 这官方账号都下场证实了 熙岩 你当年转学真的是留学啊 哈一个快点看 我好严峻于你十几次了 非要我又想 你要再一样继续来 下回断的就不是手了 那 跟 到处跟顺动睡 我要让你臭名昭主让全校人都知道 哈哈哈哈 你有一条胳膊那是对你的警告 再来让我听到原嘴巴的话 小心点个胃 我记得当初上学那会儿 魏晨的胳膊确实骨折过 魏晨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当年坐牢可真不冤枉你 那什么 熙岩啊 嗯 之前就是随便说说玩的 你看这同学会的 不能再把我送进去吧 是吧 那什么 我跟你道歉 咱这事过去 懂吗 现在道歉 晚了 现在道歉 晚了 拿女人的名声造谣 看来上次就应该让他们断子绝孙 让魏家 永远消失 你别给脸不要脸呀 我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着 就是 你都已经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就不要我不依不饶 对呀 都是同学一场 别做那么绝吧 你们可真是看人下菜 哎 要不这样 我凑你一刀 再给你倒个钱 是啊 你一个熊菜贩子 别在这蹬鼻子上脸 魏晨是我兄弟 我说这事算了就算了 你要脸 我让你们 黎熙岩 我就不信 今天毁不了你 三分钟之内 让魏家在清晨消失 你一个成菜贩子 还让魏家消失 可真是大言不惭啊 还有两分钟 装 接着装 走 外家玩意 公司胡伯方 同事宣布 永久不和魏家合作 魏家玩了 你到底得罪谁了 李熙岩 到底是谁 你一炸的 他就是一百坛卖菜 那魏家生意早就不行了 不过是凑巧而已 还有一分钟 这俩小子动作够快 好了 我们继继续吧 回来同学聚会 闹这么一出声 这怎么回事 老公 你送我那条限量款手链 不见了 刚才不是在你手上戴着呢 我也不知道啊 突然就不见了 你可是花了五百万给我买的 我可一定要找到啊 五百万 谁偷了赶紧交出来啊 这可是要坐牢的 你们玩吧 我先走了 哎熙岩你这么着急走干嘛 那是你吧 哦 怪不得熙岩都这么急 你来我们同学聚会的目的 原来是这个呀 这个小偷 快把我的手链给我 我没碰过你手链 你要是不相信 现在就可以 抱紧就不用了 不如 让我搜你 我们在座的人都不差点五百万 只有你这个卖菜的穷股 最有嫌疑 我支持缩包缩身 哦 这么做有点过分吧 要不 这五百万 谁 那 你还是搜吧 你没偷怕什么呀 这么害怕 不会是做贼心虚吧 哎呀 不是我说你 你要真是清白的 就这样子能把白脸好好的搜一搜 搜不到 我就肯定不是你了 你们没资格搜我包 有没有资格啊 我说了算 人赃并获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区区五百万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更犯不了取透 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哪里 你一个穷卖菜的 真是大言不才 还区区五百万 你知道 这上面一颗钻 能买你多少菜 西言 别再逞龙了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赶紧认个错 所此龙和联联 别再追究你的责任了 五百万可够你做一辈子牢了 林西言 你骨头再硬 也要想想你两个 脱油瓶弟弟啊 他们可不想 有你这么一个做个牢的姐姐啊 是啊 你就快道歉吧 只要你肯承认错误 跪下向我道歉 我也可以赢了你 毕竟我们同学一场了 真有意思 我又没有偷 凭什么要给你道歉 倒是你们 一个个不分清红皂白 在这污蔑我 该道歉的人是你们 让我们道歉 你一个穷卖菜的 下早人 你也配 谁说他不配 谁说他不配 你怎么在这 被人这样欺负 可不像你啊 你谁啊 啊 你不会是跟林欣妍一起摆他卖菜的那个小伙伴吧 哈哈哈哈 我劝你啊 你可远一点 他就是个小偷 算了算了 相信欣妍也是因为太琴 一生糊涂了 老公 既然这里手链已经找到了 不然这么算 还是我老婆大都不跟你计较 再下次 饶不了 不用等下次 现在就 林欣妍 我已经受过不追究了 你非要把事情闹大 把这个聚会搞砸下好是吗 就 大家毕业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聚在一块 你一来就交去 安心 欣妍 但是你已经不追究了 你就别不依不饶了 我看这件事情就算了呗 不用报警 你能真相当白 别忘了 这天后 你 搞半天 是你在这儿坚守自盗 贼汉忠贼呀 难怪不敢让我报警 白脸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心眼到底哪里都对你了 难道当初你俩的过节 到现在还没忘啊 怎么会弄啊 怎么会弄啊 你不知道吗 当初王子龙是先追的林欣妍 被拒绝了以后才追的白脸 他这么做呀 肯定是怕王子龙忘不了林欣妍 你胡说 老公 这个视频都是他栽赃陷害我 跟我没有关系的 你要是觉得这个视频是假的 还有一个方法 也可以证明 什么 报警查植物 我非常确定 我没有关系的手里 不能报警 心虚了 还是不丢人吗 老公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 没有我 也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情怀 不是吗 哎 你怎么会在这啊 啊 我 在这上班 对上班 哦 同学会搞砸了 还没带回去个节目 啊你那两个小兔崽子 怕这又要到他都没完了 去哪啊 我走 明镜局 休息 你那两个小兔崽子 你那两个小兔崽子 你还有什么 这下 奶奶再听你 大小姐 您的姑姑和姑父 又来家里找麻烦了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啊 推车 飛车 晚上 去林家退婚 我和你姑姑 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到 你们不给我们养老也就算了 我给你们姐安排个婚事 你们还在这推三主四 你们这实上气死我呢 哎 别说的那么好听啊 你们可没有管过我们一天 少要自己脸上贴近 古夫家的侄子 天天吃喝嫖妥样样不辣 活头的渣男一个 还为了一千万彩礼 想把姐姐往火坑里退 别做梦了 原来他们最后结婚 是怕我会渣男垫见一场 你说谁渣男的 我侄子能出一千万彩礼 就你姐的那条件 他去哪找这么好的渣男去 喂好男人去 千万想都别想 明侄子要真那么好 怎么不把自个儿闺女嫁给他 一个亲闺女 一个亲侄子 欣赏嫁亲 多好呀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晓晓呀 那可是重点大学第一 只有慕容家的大少爷才配得上他 那可是活头的豪门少奶奶的命 你 我什么资格说的 慕容 跟慕容萧同心 难道慕容萧 是什么豪门吗 我可能不可能 这豪门少爷 怎么可能去酒店端盘子 是 我可没你女儿想的美 那么不要脸 确实比不了 比不了 这个没教养的死丫头 谁长得美 谁不要脸啊 这都是咱大哥大嫂死的嫂啊 还把你们仓床放动的无法无天哪 哎呦什么 是我们把他们教育好啊 我愧对我那早市的大哥大嫂啊 对不起 你到底怎么活 除了不是你们胡搅曼谈 我爸爸怎么可以出去我 他想学书 我说我 是吗 跟你说你们早晚都得进监狱 我看好准了 你把你们送进监狱 就已经全是一事 所以我们的师傅我提出了 不是 我已经结婚了 你们那个侄子 想多不要想 马上不滚 结婚了 赶紧滚 滚 到底滚滚 呢 再跟你们两选 要不 要不先就破手你们俩 哎你你们两个不知道 什么样 qualify他们不知道 清晨第二大号我们里面讲是我们的 千万就跟满一大截 当初解决了咱们隐藏身份 果然谢谢这 你要敢拿他不是我信不信我起来逃下来 他真的碰我們 我跟你說 等我小小 嫁進慕容家到少奶奶 我讓你給我跪下求饒 跪跪下 我還是回來了 一言啊你怎麼會在這 你怎麼會在這 這 我是來給這兒的住戶送菜的 送菜的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呀 你哪裏來的錢買這麼貴的車啊 啊 那個客人叫代價啊 這樣 我先把車給老闆送回去 一會過來接你 行好 啊 不是讓你們兩個不要出來嗎 哎姐 這帥哥是誰啊 該不會是咱新姐夫吧 看這策略那眼熟啊 好像哪見過 什麼新姐夫就姐夫的 好像有很多姐夫的樣子 我可警告你們倆啊 他還不知道我身份的 就別給我暴露了 哎 連姐夫都不坦白 你是不是怕他知道咱家資產太多 傷了他男人自尊 什麼呀 簡直謹慎 怕他偷我們家財產 你行吧 回去吧 你們倆幫我 好啊 這個四丫頭 你可吵個代價 是不能把那一千萬財力給我嗎 他倆這婚事 我一定要把這 林家的婚事 你自己去退 不行啊總裁 老夫人不會同意思 我們是林夕妍的姑姑和姑父 她的婚事 我們說了算 我們給夕妍找了個好人家 人家願意出一千萬的財力 我勸你小子實相點啊 趕緊離婚 別拖累夕妍 當不上豪門太太 持續一千萬彩禮 你騎上豪門二次 那可是一千萬 你一個幹代價的 那十倍都掙不來 裝有什麼裝 你們來找我 西岩知道嗎 他用不著知道 你們背著他來找我 這一千萬彩禮 摔的是自己的口袋 你們這是要賣他 說什麼這麼難聽 什麼賣不賣的 我是他姑姑 我還能害他不成啊 那可不一定 你一個窮小子 我看你是沒錢娶媳婦了吧 爸的機嫌不撒手 我今天要給你的顏色看看 你別打我打我老公 不知道我女兒是誰嗎 他馬上要嫁進慕容家的少奶奶 慕容家你知道吧 清城第一富豪 得罪他 我讓你千萬要騷我的狗 他 那是林家小姐 原來奶奶給我找的年齡家 就是這種東西 你帶我來這幹什麼呀 買婚房 這樣以後就不會再有人 用一千萬台幣 賣你 你都知道了 只服務上流社會的有錢人 窮人與狗 不得入內 我記得這兒是慕容家的擠物盤吧 這慕容總裁腦子是被人家了吧 這就是賣個房子 真是你自己多高貴啊 哎 快說那 這也是第一塊 跟慕容金德記者的事 是你們鬧事的地方 你們在這兒考騎士 別說是撕了你們橫幅 用手撕你們那都是清的 我說 這哪來的錢酸味呢 天蘭 是你們的賣菜的改善 大堂子 你們就是賣上十倍的菜 天不不起 哦 這麼囂張 人家是個臭賣菜 誰先來這兒買 別擋我誰看你 誰說我們買不起 這兒可都是頂級豪宅 價值上帝 特是一塊紫根 怎麼讓你親家到場 抓卡 我就要你們這兒最貴的樓廳 我都要看看 能不能讓我親家當產 錯了錯了 我又錯了 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好像把身份證和銀行卡 弄混了 你就拿一張身份證出來當大了吧 我勸你啊 長點腦子吧 要不然這樣 你現在呢 跪下了給我道歉 我說不定 還會可憐你一點 對呀 沒錢呀 就趕緊裹走去 你們這些口號 都是白喊的嗎 什麼時候 這些狗東西 那是便宜的 蟲狗不配待在這裡 沒看見嗎 趕緊給我滾出去 誰給你的膽子 把你管事的叫出來 我就是這裡的管事 你再多說一次 我就讓保安把你給我打出去 都注意了 都注意了 以後 慕容集團旗下的房子 對王家和白家 永不出售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以為我們沒有錢是嗎 你別生氣 一定是搞錯的 確認沒有搞錯 這是慕容總裁親自下達的命令 趕緊把他們趕出去 你要剛把房子賣給他們 立馬給我吃滾蛋 欺人太甚 明天我爸和慕容集團搭上合作 我倒要讓慕容總裁看了 他手底下這些狗 是怎麼上是欺人的 到時候你們都得滾蛋 那就等你見到了總裁再說吧 現在我要執行總裁的命令 出去 好 好 我不買 我看他們兩個拿不出錢來 灰溜溜從這滾下去 他們這一堆連磁裝都買不起的窮酸貨 還非在這裡裝槍做事 老公 我們今天呢 就當作是看一場耍紅戲 問他們到底要怎麼樣 用這張 慕容集團內部人員的至尊黑卡 你不會是慕容集團的人吧 這不可能 這張至尊黑卡 全球限量五張 再不如集團旗下消費 都可以擠在賊公司的帳上 你一個臭賣菜的 怎麼可能有 這張卡 一定快偷來的 這卡是哪來的呀 我不是慕容集團總裁的主要 工作做得好 老闆省的 這卡隨便刷 不用花我錢 某些人啊 你心是髒的 看什麼東西 我們不偷不搶 光明正大 拿去刷 也去算你的 經理 我勸你趕快報警 不然這種尊貴的卡 在這裡消費 別說是你的飯碗了 這是命也保不住 出什麼事了 王哥 你總算來了 就是這兩個人 拿著某集團至尊黑卡 在這裡招搖撞騙呢 你看下 瞎了你的偶眼 這張卡 是我親手交給這位先生的 你說他招搖撞騙 是在質疑我堅守自盜嗎 對不起 對不起王哥 我錯了 我這都從你找到我了 總問 以後不許出現在慕容集團其他的任何公司 不可能 他一個賣菜的 怎麼可能讓總裁親自給送他 保安 把他倆轟出去 以後不許他們進入慕容集團旗下的任何產業 是 幹什麼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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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在開始 這張卡 是你的了 慕容集團旗下所有的產業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以後 再也不用看別人的臉色 雖然我不缺錢 但被他保護的感覺 是真的爽 沙塔 買單 這就是我們新家 看他的樣子 好像從來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 真信仰他以前吃過的股 以後 就等著被我醜上天了 沒想到 慕容集團的樓盤 竟然比我們一家的樓盤還好 不行 我得多學習這樣 不能被金聲對手給比下去 交道 接通宵 結婚的樓盤還好 那我來的時候men 演game 今天是結婚的第一天 東方畫主夜 你想 Letterman 確實 階級 無看 你卻不遇 抹躲 Monet 你这个不孝子 赶快去临家道歉 明天再说 年轻人 要注意节制 你不能老头自己一时爽呀 受苦的可是你老啊 你那个撕裂伤 你看多严重 不是医生 还没有 医生说的没错 都是我不好 我以后一定注意 我给你啊 开点药 你们回去的话 按时涂抹 这一周内的话 就不要再通放了啊 谢谢车 你死人了 你刚才怎么就承认了 丢死人了 不然我怎么说 我说 是你费点差就不要 你 停 不许再说了 臉都被丢光了呀 赶紧走赶紧走 不是 灵溪 被男人搞 我都搞到医院里来了 等这些照片 昭告天下 这天底下的男人 除了我堂哥 就不会有人要你 到时候 这一千万的彩礼 就是我家庭 那种家的价值 总裁 老夫人突然晕倒了 您快回来吧 我马上回去 姐 慕容老夫人专门派人 给你送来了邀请团 邀请你参加慕容集团 这次的宴会 那你派人来接我吧 我 你先说 我想说 你找我有点事 你也回家一趟 正好 我家里的事情要做 那你赶紧回去吧 你一会儿见 不愧是第一豪门慕容世家 连邀请函都做这么精致啊 大小姐 您姑姑家的女儿 林晓晓小姐回国了 也会参加这次的聚会 据了解 她是奔着慕容总裁来的 她从小就想抢这么婚时 现在看来还没死心呢 算了 反正我也已经结婚了 这联姻就让给她的 走 对婚去 包包 老孙子 老孙子 就还有两只 奶奶 你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院 我大孙子怎么回来啊 我的病就好多了 娘子再把我的孙媳妇娶回来 我就一点病都没了 奶奶 您这一招 还没玩意 扶你扶你就是扶你 你一天不把我的孙媳妇娶回来 我就永远溺不了 奶奶 我已经结婚了 不会娶你说的那个人 接了还能离呀 你娶的是新妻女 她一定是付你的钱 肯定没我的孙媳妇好 奶奶你要是这么聊天就把天聊死了 既然您没什么事 我可先走了啊 大孙子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着想 你也为奶奶着想啊 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 活不了几天了 哎 奶奶 夜会马上要开始了 那不是开的呀 再大的事情 也得等见了我孙媳妇再说 总裁 老夫人正带着您的联谊对象 往这边赶呢 离得太远 我实在看不清长什么样 我不管他长什么样 赶紧想办法门骨打开 房间钥匙老夫人方自己兜里了 谁也拿不到 奶奶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呀 你和我大孙子呀 从生下来那会就定了婚约 他人长得帅 他人长得帅 又有钱 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些 钻石王老夫 你见了吗 一定会喜欢 奶奶 这我好像不跟你去了吧 真 哎呀 你看看再说嘛 没准见了 一见更情呢 不是 奶奶 这真不行 哎 你等会儿奶奶啊 你等会儿奶奶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啊 夕阳 臭小子 还嘴硬 看你那俩大眼睛 看夕阳 对看夕阳 奶奶 您说的那个大孙子 就是他啊 不是 夕阳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一会儿没见 就挺想你的 那年轻人 搞得哪出处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我临时改变主意了行平 你不是还说你要回家吗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就是我家呀 我不是慕容总裁的助理吗 我刚回家 老板就让我来拿文件 打工人嘛 老板上干嘛就干嘛 应该是这样 可是那为什么奶奶说 是他的大孙子 呃 老夫人的孙子是慕容大总裁 我刚好跟慕容大总裁同姓 老夫人 你不会走错房间了 啊 是是是 我是走错房间了 你看我这记忆 我认识奶奶 你怎么会有他房间的钥匙啊 啊 那个 心眼 你实不知道 奶奶 岁数大了 脑子不好 怕拿错钥匙 这里房间所有的钥匙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原来是这样呀 我差点以为你是慕容大总裁 故意装穷 再找情绪明晴的 奶奶 我给您介绍一下 他呀 就是我的丈夫 慕容肖 真的真的已经结婚了 而且我们感情啊 非常好 实在是不能和您那个孙子相亲了 至于咱们两家那个婚约 要不 还是作废吧奶奶 婚约 你跟我有婚约的 是他 孩子 自从你爸妈去世以后啊 你一个人拉扯了两个弟 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现在找到了一个对你好的老公 奶奶替你高兴啊 是我这孙子没福气啊 之前的婚约 作废 立马作废 臭小子 死活都不见西岩 原来是想自己追啊 只要孙媳妇是西岩 奶奶怎么配合都请 原来她的身世这么在 奶奶一定是怕我拒绝 所以才故意说什么好门领奖 我可不是那嫌贫爱妇的人 老夫人放心 我一定对西岩好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聊啊 你们好好地聊 多聊我 宴会的事情啊 你们不用管 我安排人去盯着 这个婚事是两方家长订的 我一直想推问你 怎么我从来没有叫他长计算的意思啊 现在婚约终于解除 之后咱们就可以很好过日子了 那你为什么宁愿选择我这个助理 也要和陌龙总裁结果 男人有钱就有变化 我临心这辈子 绝不可能嫁进豪门 总裁可比助理有钱啊 我不喜欢钱啊 尤其不喜欢有钱的男人 以前只剩公司天天熬夜 我宁可你没钱 也不要你像我以前一样辛苦 看来 这身事 还得继续装下去 装到你能接受我没吃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带你去里边换件衣服吧 请 林小姐 邀会马上就开始了 不放这身衣服 我在外面等您 我再我看看 你们还有什么烂找 没想到 你有落在我手里的那一天啊 喂 哎 来看热闹的呀 你没事我当然你 接下去有事的 是你啊 嗯 小媒体放出消息 慕容佳和林佳的回约 这次取消 好的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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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别助我 哦 晚霞奔向大海 我奔向你而来 在天空下 交换橘色的告白多期待 啊 啊 啊 那是什么了 我没事 是有人马上要出事了啊 需要帮忙吗 不要再可以 老公 要是有人想要陷害我 我用同样的招数反接回去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恶毒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散草出尊 不管你做什么 老公公吃水 老公 最好 等我扭完喳喳回来 好好奖励你 他人盯着 谁若感动 全好业 啊 你放开我不是我打的你 要不是你没有我去对这种戏 我们家会喝啥 是 脑子要让你付出代价 啊 林小姐 放心吧 连连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的计划呀 万无一失 林小姐 我们这次帮您 狠狠地惩治了林肥妍 帮您出了这口气 林家的这块地 不就是一块地嘛 小意思 我回去跟我爸说一声就好了 谢谢林小姐了 林家有林小姐 您这样聪慧又美丽的继承人 一定呀会越来越辉煌的 都当了慕容集团的总裁夫人 别说是一块地了 就是十块地 习惯 这个慕容总裁怎么还不出现 这个慕容总裁怎么还不出现 这位小姐看着面身 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啊 这位是第二大豪门林家的林姐姐 林家 哪个林家 炮发户就是炮发户 连这都不知道 林家作为第二大豪门 在清城 既隐蔽又低调 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容 天呐 我竟然见到隐世真人了 刚刚我老夫人带进去一位小姐 好像也信令 我还以为是那位呢 你说的是林夕妍吧 她呀就是林小姐家一穷亲戚 菜市场卖菜的 一定呀是听说林小姐要来参加我们上楼社会的宴会 非要来见见世女 您说呢林小姐 对 西元啊她特别喜欢在菜市场 跟一些市井小民打交道 特别羡慕我们来木档家族的宴会 所以非要跟来 大家别见怪 林小姐对穷亲戚也太宽容了吧 要是让我们跟卖菜的站在一起 我们都觉得丢人 对呀 人要有自去知名 您呀还是劝劝您的这位穷亲戚 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再努力也融不进我们的圈子 还是回去种菜去吧 大家说的对 我一定好好劝劝洗眼 说好了 刚才林夕妍带着的男人上楼了 两个人还搂搂抱抱的 林小姐您快去看看吧 这里可是木档家 他敢这么做 他想死吗 我这个亲戚啊家里比较穷 可能第一次见这么多有钱人吧 一时 没忍住 林小姐可真大度 他是没忍住自己骨子里的骚浪剑吧 要凯子掉到这儿来了 真贵气 所以我 还是别说了 我们先去看看吧 我 姐姐 你怎么这么不守护道呀 姐姐 你这样随随便便 跟木档家人上床 还有哪个好人家 愿意要你呀 我真替你伤心 林小姐可真是善良呀 她都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您还在处处为她考虑 是呀是呀 好 行啦林小言别躲了 我们都知道是你了出来吧 再不出来 我本身要扯被子了 老婆 老婆 老公 都是林小言 他说你陷害我的你要为我做主啊 這怎麼打你頂雲帽子 我今天打死你 哎呦 這是在幹什麼呢 這麼熱鬧啊 林姊 你設計我 我是 我是你 空口拔牙的就說我設計你 你有證據嗎 竟然是王家的上奶奶 而且王家的臉可丟大了 聽說王家家主 正在為上市的事上火呢 現在遇到這樣的情況 恐怕更沒有項目了 你在這給我丟人現眼了 跟我走 你不是被關在房間裡了 你怎麼出去的 你怎麼知道被坐在房間裡 難道是你支持的 你胡說八道什麼呀 是他自己在作孽 別讓我知道白蓮是受你支持的 要不然 不會 姐姐 剛真不是我做的 我跟他們是第一次見面 他們怎麼會聽我的呢 最好是這樣 你怎麼跟我們林娜小姐說話呢 時間小明就是不懂規矩 不然咱們這間豪門 才是一個圈子的 豪門都是別人說的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 自稱是豪門呢 再說了 你們家也不過是清晨墨流世家 誰給你們的臉 自稱是豪門啊 你 就算我不是 林小姐總算是吧 林家獨霸清真三分之一的產業 人人敬畏 得罪的林娜小姐 有你哈給我吃 他 林家 我趁你有錢去治治眼睛吧 不是所有姓林的 都是豪門 林娜小姐手中可是有慕容老夫人 親手製作的 崇津邀請喊 聽說這樣的尊貴和重視 可是獨一份 他不是啊 難道你是啊 林姓邀請喊 林小小一家都不可能認識奶奶 怎麼會有奶奶設計的邀請喊 你接我之前遇到過什麼人 我遇到了您的姑姑和姑父 他們非拉著我說了一會兒話 偷東西都偷到我頭上了 你在說什麼啊我聽不懂 聽不懂是吧 那咱們就新帳舊帳一起 把我的邀請喊叫出來 林姓你想幹什麼 林姓你這麼大大膽子 竟然給幫著大家的面 搶林小姐的東西啊 姐姐 你要是沒錢可以跟我說 我可以借你一點 可你怎麼可以大庭廣眾之下 做出這麼骯髒的事情 你也知道這種行為是骯髒的呀 那你還敢拿著偷來的邀請喊 在這要不搖位 你胡說八道什麼呀 你胡說八道什麼呀 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是你要搶我的邀請喊 自己沒有邀請喊 非拉在門外進不去 就要搶別人的邀請喊 這麼不要理 就是 果然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進我們上層的圈子 賣菜的 還是滾回你的菜市場賣你的菜去吧 你們胡說八道什麼呢 洗眼才不稀罕瞧你們的東西 大家都看到了 老夫人我們真沒冤枉他 我沒瞧 我只是覺得你那張邀請函 和奶奶給我那張很像 所以想要拿過來看看而已 你們有邀請函 怎麼可能呢 你的邀請函 可是我親自設計的獨一份的尊貴 我專門派人送到你的家裡 回來的人說你沒有在家 是你的兩個弟弟收下的 他們沒給你嗎 給是給了 只不過在來的路上 被人給偷了 難道我的邀請函 是幫忙通靈犀言的 既然你那麼篤定 不如把你的邀請函拿出來看看 上面寫的是你林小小 還是我靈犀言 上面寫的是你林小小 還是我靈犀言 沒資格看我的邀請函 林小小可帶你進來 這是天大的尊貴了 這小的你不敢 竟然還到達一旁 他們死 我有 來人 把他的邀請給我拿過來 欣妍 你幫奶奶打開看 怎麼會 難道 是寄名字的人 搞錯了 老夫人 我說過那是我的邀請函 我知道你偏愛林心妍 可您也不能這麼冤枉我呀 我這家是有身份有地位 我們林家也不是受欺負的 聽說林家和慕容家 還有很多項目的合作 哲霞 估計要鬧掰了 欣妍 可能是奶奶記錯了 奶奶回頭吧 給你補償 好不好 我 林沒有記錯 是有人對邀請函 錯了 他把林小小的名字 覆蓋在了我的上面 容易容易逼很多人 我不是 我不知道 這是別人給我的 我真不知道 我是老了 不是死了 敢在我的地盤上 爛雲處處 何人 把他給我轟出去 我不是 我沒偷 李希妍 別以為我老夫人給你撐腰 你就能贏過我 我告訴你 冷靜龍家 拒我 拒我 放開我 偷東西的騙子 還想跟我們西岩比 西岩的腳趾頭 都比你好看 只有林西岩 能配得上我大孫子 奶奶 謝謝您對我那麼好 但是 我只愛我的老公 您的孫子 愛老公 愛老公 奶奶知道 你和你老公啊 都是好孩子 今天虐殺 開心嗎 簡直爽死了 那些人 不僅偷我的邀請函 還想陷害我 現在這樣 根本就是最有一個 我手機好像辣奶在那兒了 你等我回去取一下 我馬上就回來 小小 這就是林西岩的小白蓮老公 是個代價 是個代價 衣服沒有牌子 地攤貨吧 怎麼連個車都沒有啊 是不是找不到共享單車呀 林西岩真是越混越差了 還找你這樣的男人 難怪跟我搶不龍總裁 你說什麼 你還不知道吧 林西岩來這個宴會 就是為了勾引不龍總裁 好見身體上位 嫁進好門當擴散 你呀 已經被綠了 我問你的是 剛才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我 跟我搶不龍總裁啊 你也配 連慕容總裁的面都沒見 拿什麼 你頭上都已經一片草原了 你還有資格在這說我 我告訴你啊 我馬上就要進這種集團了 等我當上慕容少夫人 我要把你求財的腳底下 哦 拭目以待 姐 你現在啊 心裡只有姐 是不是都不記得 你還有兩個弟弟呢啊 你們兩個來這兒幹什麼 慕容集團的人事部 找到了西大師的馬甲 邀請你和他們一起 為世界時裝周 設計服裝 慕容集團 我剛退了慕容集團的聯姻 現在又和他們公司合作 合適吧 這有什麼不好的 要不是你五年前 生了一場大病啊 你的設計 早就在世界舞台上 大放一彩了 就是 而且能在國內參與到 時裝周的項目中 您可要把握住啊 說得也有道理 大不了我躲著的那個慕容 主才就是了 嗯 況且 冬香也在那家公司上班了 我要是過去了呢 就得天天和她見面 這家是美食一樁 鐵娘子變花痴 好可怕 姐 申請見見姐夫呗 這家公司 裝什麼裝 連四個輪子的車都沒有 他有資格跟我們說話 好歹 咱們還有一張車 嗯 小子 看到了嗎 你唯一能開上車的機會啊 就是給客戶做菜架 這也叫車 在我眼裡 不過是因為背景啊 沒錢的樓掛 真是什麼話都敢說 林欣言是個賣菜的 你 吃個代價 真是絕配啊 沒錢還充算 等你開了起旁邊那輛車的時候啊 再來跟我說話吧 不用等了 現在就讓你解釋 這 這怎麼可能 留我在 你們還覺得他混得差嗎 你 你到底是誰 連我都不知道是誰 還想進慕容家的門 我現在正式通知你們 林家跟慕容家的婚約 所廢 你說什麼 你 你是 慕容霄 怎麼可能 慕容總裁怎麼可能是個代價 慕容霄 你們在這幹什麼呢 他們在說你壞話 我在跟他們說 今天的教訓還沒吃夠是不是 你 醒醒 我們走 我們現在就走 走 你怎麼說 媽 你剛才為什麼要拉著我啊 你沒有看到林欣言要揚威的樣子嗎 你別忘了 和慕容家聯姻的根本不是你 這林欣言 你何必趁得一時苦說之快 等你進了 慕容集團 那這慕容總裁 豈不就是你的能工之戶了嗎 你說的對 等我進了慕容集團 林欣言 我心處就狠 跟他一起算 怎麼樣 他們有沒有欺負你啊 在你心裏 我就正好被人欺負 我那不是擔心你被欺負嗎 再說了 他們那一家的都是吸血鬼 怕啊 他們會找你麻煩 什麼意思 敬佩叔叔 算了 就過去了 走 帶你去個地方 見見我生命中最壯的兩個人 林欣言 都是 害得我們全家無法的清城裡 老子我會放過 我 我父母去世的早 不過我還有兩個弟弟 都已經生年了 今天啊 我想帶你見見他們 見家長啊 可是我什麼都沒帶 你等我一下 什麼都不用準備 不過 我要先跟你談了一件事情 其實 我不是給賣財的 外面傳的那個 型豪門林家 就是我家 你是說剛跟慕容家退婚的林家 不過你千萬別誤會啊 我沒有故意想騙你的意思啊 只不過我故意在世的時候就教育我們 做人呢要低調 還不能外漏 低調到一個豪門大小姐要出門擺地攤装装 哎呀 這誰還沒有點小愛好了 對不對啊 你看那些豪門總裁小說裡的 那些霸祖經常裝窮 然後娶了一個美麗善良 但是平衡的女孩嘛 我這頂多也就是算性轉版 性轉版 那你 為什麼現在想說啊 因為我要把你介紹給我的家人啊 而且啊 就在剛剛 慕容家已經發布了退婚聲明 我和那個慕容總裁 徹底解除聯誼關係 現在是自由的了 這個王喜動作可真快 慕容家 他們這是做什麼 姐不是和慕容集團的退婚了嗎 怎麼這這怎麼慕容家就在前面了 我哪知道 沒准受不起情緒 嗯 現在怎麼辦 低 我 只要解釋 配合就行 你們認識啊 不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 不認識 那現在認識一下吧 他們兩位啊是我的弟弟 林希左和林希右 這是我的合法丈夫 慕容肖 我們的親姐夫 他目前在慕容集團上班 是總裁助理 不過 你們不要誤會啊 他就剛好和他們老闆一個姓而已 對 我就是一個助理 工資剛剛好養活老婆 不像兩位少爺 是夜色的常客 夜色是什麼 夜色是什麼 聽著名字怎麼那麼像不正經的會算 你倆給我老實交代 是 是 嗯 老婆你別誤會了 就是個咖啡廳的嗎 現實完全 現實完全 他只是在警告上來 想什麼他對身分給說出去 他就跟姐告狀說 咱們去貴所喝酒 咱們是個白馬三號的人嗎 不就是個咖啡廳的名字嗎 你們那麼緊張幹什麼 我還以為你們去什麼不正經的地方 我可警告你們倆 要是去了 小心我家法伺候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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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嗯你口紅 我去補一下口紅你們先吃飯啊 交代吧 三分兩次找我麻煩 真的我是軟吃的好男娘 他不想加入豪門 那是當然 我姐姐本身就是豪門 我是想跟他現在培養培養感情 再坦白 哎 剛才還威脅我們呢 這是對待小舅子的態度嗎 澄南的項目慕容集團給林氏讓利益成 打非要犯呢 至少兩次成交 不是不受傷嗎 你蠢窩哪個是三親戚啊 怎麼在這兩場 只要三場 你這樣怎麼這樣 你剛才 誰那麼最快呢 總裁不好了 不是有力 你不想幹什麼 你還問我幹什麼 要是你不說八道害得老子身敗名裂 我們家治療會破產嗎 讓我 你也別想好過 我沒有開過 說幾句話就能讓你家破產吧 你怎麼不想想 是不是你啊 惹了什麼不能惹大人我 魏晨 你可別騙了 我讓人問過了 回家的生意受訴 破產 都是一個姓李的幹部 不知道他還能是誰啊 差點讓我負擾過去 就是你露到我手上 心傷俱喊 咱們慢慢算 你這個蛇心心腸的女 怕我被往下趕進去 忘了 你們自作孽心愛不知反悲害 壞掉不行 你不要就此受傷 我可以當今的事情沒有發生過 我還是跟你們以前 讓你們去過安穩的日子安穩 我還有什麼安穩的日子肯過 我被王家掃地出門 白糖也不肯要 連門都不肯讓我擠 李希妍都是你害的 你怎麼想出去 你知道我有多害你嗎 我先去把你當成了 你既然 什麼事情都想先我去 但你也先我一個句子 你不要 好 哈哈哈 其實我 我瘋了 什麼事 瘋了嗎 哈哈哈 我瘋了 我是瘋了 我瘋了 他和你家破人 你還不做什麼呢 為什麼 我可以讓魏家東山開啟 你要是還想救魏家 這時候是我保證 你行的事情一筆給我交 你什麼 這個臭女人 那是胡說八道什麼 你這臭女人 那是胡說八道什麼 胡說 壓下去打個慢手 重機警局 回車白家 車子消失 姐 慢著 姐 都是白臉支持我的 你難料我吧 我錯 我錯 啊 第一棒 打你從小就惡 這不是女生 第二 打你顛倒黑白 串了迷身 這個 打你狼狽為奸 你把他這些年欺負過的女生 還有犯罪的證明 一起交給進去 我要讓他管老 這才是孟靈家上來的 該有的樣子 到你了 到你了 你謝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說你原諒我好不好 現在就鬼 才早一點吧 你到底要幹什麼 我只不過罵了你兩句 不痛不癢的 又沒怎麼樣 當時涉及你和魏晨那個事情 我不也自私惡果 你還要我怎麼樣啊 你說的對 我沒有你的犯罪證 確實不能把你自療 你可放過我 放過你 做夢了 我可以封殺你 讓你在宜樂圈再也見不到你不惜 領一個工作 整個清晨 沒有一家如此感受 林西賢 你這臭賣菜的 他在清晨封殺我 你病了 不憑我幸福 整個清晨 除了木龍甲 沒有我能混殺你 你到底是誰 這個無恥的賤人 是不是要勾得上離家的人了 我說怎麼這麼多男人 再給你撐腰 他是我的合法賬人 他們倆 是我的親戚 整個清晨 有這樣派成的 你只有我 你需要我說再親戚一點 你不會就是 第二號門離家 恭喜你啊 那對了 我今天確實不會見你 因為已經受到了陰影 你還不見你 黃柴和白柴都 你沒有了公主 我 沒有了 以前都是你口口聲聲問的別人 以後 就是別人欺負你了 我們走 嗯 沈了 他身體沒什麼大礙了 回去好好休息 被勞累 背後別沾水就行了 謝醫生 你媽 不是 媽 幹什麼 你就是為了這個女人受傷的 我兒子傷一根手指頭你都賠不起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我的合法妻子 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人 你真是胡說八道什麼 他是你最重要的人 我還是你媽呢 我娶了媳婦 忘了娘是吧 從小你就丟下我去了國外 小的時候你不曾管我 現在你也沒有資格管我 那時候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 還不都是為了你 你在外面是辛辛苦苦的工作 還是辛辛苦苦的找男人 我去 這麼勁包他 你跟我爸一向各玩各的 我沒心思過分 所以請你有點自主之命 不要管我的事 我絕不會同意你跟這個女人在一起 我不需要你的同意 可能會有點疼 你忍著點 對不起啊 這次是我沒有保護好你 以後再也不會 今天要不是有你 我早就死在白臉的棍下了 我只是感慨 沒想到你的家庭是這樣子的 不過你放心 以後我一定會好好對你的 咱們兩個一心一意對比 一定不會像你爸媽那樣 謝謝 謝謝你了 我想你以前一定活得很辛苦吧 沒有爸媽的孩子 最可憐了 之前都沒有吃飽飯 沒有衣服穿吧 你們幾個兒的幾個兒 他們也不至於 沒事 我都懂 我們姐弟三人那會兒 開始也是這樣子的 二老不是留下了林佳的產業嗎 你們怎麼會這樣 爸媽去世的突然 那會兒呀 我還在國外呢 弟弟也還小 家產就被林小小他們一家 給霸占光了 如今的林佳 是我們姐弟三人 白手創業 重新創立起來的 剛創業那會兒呀 我們一天也只能吃一堵飯 不過好在 我們都比較爭氣 總算是沒有辜負爸媽的栽培 至於那個林小小一家 把錢獲獲完之後 就回到之前的生活 現在呢 只能天天做夢 嫁進那個慕容家 當少太太 嫁進慕容家 阿姨 你不是那個慕容總裁的助理嗎 你說他 有沒有可能 有啊林小小 不會 他呀 只會喜歡你這樣 不要 我已經結婚了 只喜歡你 好 那以後 我幫你躲著他 老公你真好 我越來越愛你了 正面遠的 你的傷啊 不會 想想 你是我唯一認定的兒媳婦 我把你安排進慕容集團 當這裡的首席設計師 能不能抓住肖兒的心 可就要看你自己咯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表現 不辜負您的希望 嗯 好孩子 阿姨信你 好孩子 林夕 你終究還是 我 剛才那個 是總裁親嗎 總裁媽媽認定的兒媳婦 她就是我們未來的總裁夫人 夫人 夫人您累了吧 您歇一歇 給夫人 您喝咖啡 咖啡 我只喝手磨的 好好好 我這就給您手磨 您稍等 夫人 你有什麼事情分布我們就好了 到這工作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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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敢勞煩您 都給我都給我 夫人 您的咖啡好了 放這兒吧 你們這兒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呢 林夕妍 你怎麼在這兒 正式介紹一下 這位是設計部新來的首席設計師 林夕妍 也是你們的頂頭上司 她憑什麼來管我 你是誰 這可是剛才慕容夫人 親自授予的首席設計師 我們未來的總裁夫人 就你啊 十門功課 哪有九門不及格 你憑什麼做首席設計師啊 你不說不知道什麼呀 我可是名牌大學的高材生 你才是一個 連大學都沒有上過的 廢物垃圾 你們人是不把這樣的人招進來 這眼瞎嘛 我要求你們立刻把他都放出去 你們一個是總裁聘請進來的 一個是讓慕容夫人親自帶進來的 我們打工人可是哪邊也不能得罪 不如這樣 接下來的時裝周競品 我們各品本身如何 誰能勝出誰就留下 我連畢業設計都找別人做了 怎麼可能會這些 本來以為金融集團攀上總裁 後半輩子中當個好門的太太 一時無憂 我沒想到 都被你們欣賞欣賞欣賞個獎 老婆 中午是什麼 聽老公的 前樓頂辦公室我等你 頂層 那不是總裁辦公室嗎 我給你 老婆 別坐 忙了一上午餓壞了 在你们总裁的办公室吃饭 你不怕被他发现 在你们总裁的办公室吃饭 你不怕被他发现 总裁出门之前让我用的没事 那你们总裁仍然还挺好的 我们像灵溪总和灵溪 我和两个小混蛋 我上次直播是在他们办公室吃了个臭豆腐 都被他们扳出来了 他们不是挺怕你的吗 臭豆腐是他们的补现 里面还有个休息间 一会儿吃完饭 你要不要进去午睡一会儿 你们总裁的办公室吃饭就算了 还睡他的床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而且我这个人有点洁癖 其实那个休息间是给我用的 你给我总裁助理 用总裁休息室睡觉 你不怕被他骂 总裁大气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哎呀走吧 我带你去休息间看看 里面都是你给我买的衣服 是吗 总裁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总裁谁是总裁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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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是总裁 那个小萧啊 你们夫妻俩感情好 这是好事 但是要注意形象啊 这里是办公室 下次记得把门锁好 我还有工作先走了 对不起啊 今天没送好吗 下次还是出去吃吧 再被撞到一次啊 咱俩俩就想撞到我脸 可都别要了 好 下次啊我肯定找个隐秘点的地方 我会被别碰到你了 行啊我先回去了 你先回去工作吧 好 林夕颜和总裁 夫人 总裁和林夕颜他们在走廊上那个 你说什么 林夕颜去顶层勾问总裁去了 我亲眼所见 他那个扫手弄姿的样子 整个人都贴到总裁身上去了 我看着都想吐 夫人 我觉得林夕颜来这么这儿 不只是为了跟你抢首席设计师 他要跟你抢总裁 林夕颜 林小小 你又发什么疯呢 听到我的名字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真是让人疯了 夫人 你没事吧 三大人是吧 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 林夕颜 你别以为你勾引了总裁 就可以骑到夫人头上 夫人可是总裁亲妈 唯一认定的儿媳妇 你 顶多算个小三 说什么呢 谁勾引总裁了 你要再长胡托八道 小心我撕落你的嘴 你要再长胡托八道 小心我撕落你的嘴 林夕颜 被人看见了还不承认 敢做不敢做 像你这样的人 是绝对入不了慕容夫人的嘴 你想进慕容家的家门 你得罪了夫人 你死定了 我勾引你们总裁 我有老婆的好不好 那个不如总裁明明就是我不要的 也就你 把他当你像伯伯 去隔壁隔出一个餐厅来 除了我跟西岩不许任何人进出 嗯 他今天工作的怎么样 不太好 哦 林萧小也入职了设计部 和夫人竞争首席设计师的岗 谁找他进来的 慕容夫人 也就是您亲妈 龙琪 这名字怎么这么爽啊 老公 你电话响了 总裁 人事部说 林小小是夫人亲自送进设计部的 如果我们真把她开了 夫人闹起来 恐怕会找少夫人麻烦 什么人啊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不过总裁不用担心 少夫人和林小小打赌 要在时装周设计上比赛 谁的作品胜出 谁就留在设计部 相信留下来的一定是少夫人 知道了 你这些作品线条流畅 颜色也非常鲜明 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青春 这一次你一定能成功 我也觉得它很符合青春的主题 但是总感觉 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 变化会不会更好 没想到你还会设计啊 你真的太让我惊喜了老公 我还会让你更惊喜呢 小小呀 妈可是找了很多人才打听查到 木柔总裁就住在这 妈你放心 今天啊我一定能在总裁 林欣言 你怎么在这啊 还穿这个睡衣你干什么了 我穿什么衣服 关你们什么事呀 那是你们两个 一大早的堵在我家门口 怎么 不是抢劫呀 这怎么不是你家 这里不是总裁的抢劫 就是 你们是在找木柔总裁的家呀 哎 某些人不是说自己是总裁夫人吗 怎么回事 连门都找错了 你这个夫人 还不会是假的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可是木柔夫人亲口承认的儿媳妇 怎么会有假的 倒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是不是为了勾于木柔总裁 不要跟我抢是不是 我要是真想跟你倾施 你连木柔集团的大门都 连人都已经结婚了 勾于木柔总裁 李介人 你怎么打人 谁敢打我 打得就 有些人自己没本事 还天天想着靠草男来耍存在感 人家都不要你了 上赶着赵人 要再有下一次 就不是一发扰那么简单的事了 不是一发扰那么简单的事了 你 董某事吃大盆面 就是他 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还打人 你们快把他给轰出去 那是我家 一大老在这大吵大闹的 老名的是你吧 该轰出去的也是你吧 我真要找你们了 怎么回事呀 这不是刚刚党下去吗 怎么是妈妈狗 都能放进来吧 对不起你事 这把刀赶着去 哎哎呀 你弄错了 他就是个破卖菜 他怎么可能买个七十二的房子呀 约红的人是他 这就列祖 谁我也不知道 赶紧滚 哎哎哎 他怎么可能是 你们弄错了 他怎么可能是这个的一错 你别痛 这林夕 明明是嫁给那个小白脸 难道那个小白脸 是慕容总裁 难不成 那小白脸 是慕容总裁 不可能 妈 一定是你找人有问题 随便呼噜个地址 你就幸好 哎呀 老爸刚好找到 林夕的家 对不起 老爸 是妈妈错了啊 这里的房子至少五千万 林夕和他那个小白脸老公 不可能买 一起 林夕 我一定找到你被包养的证据 让你臭名昭主 没理会的这个世界上 对不起 刚才来两个臭臭 不过来都不用打扮 哎 我再生活了 妈 哈哈哈 我要上班去了 你要不要跟我出来去啊 嗯 今天 要跟总裁出去见个客户 就不给你一起去上班了 我给你叫个车 送你去吧 嗯 果然不出我所料 没想到你的老男人都不放 我让你身败名裂 万劫不复 因为你带她下来 文心 这么大人干嘛 做什么的 没事啊 我看错了 哎呀 你头到的虫子呢 评委都已就位 你们设计部的作品 给交上来了呀 都已经做好了 他这么阴气干什么 算了 反正上面写着我名字呢 乱不了 不管了 等结果吧 进 总裁 今天设计部公布时装中入选名单 您要不要看一下 结果出来了吗 今天设计部上交两份设计 最终评委组选择第一份设计 我就知道 他一定可以成功 但是总裁 评委组说 这份设计是林小小的 难道 林小小抛齐少夫人 林希人 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我会在某种集团 给你找个扫厕所的餐室 送你一块去卖菜相关 今天谁输 还不一定呢 经过评委组的严格筛选 设计部的首席设计师 带领大家完成 本次时装周的全部作品 既然我们林小姐赢了 那么林欣妍 你要不要遵守主约 离开五公司啊 光离开哪能够呢 滚出去才精彩 愿赢 愿赌服输 我会主动离开的 不过这果 不然你给我示范一下 心里 您快别这么说 心里也是很努力的 只不过 实力不够 姐啊 你要实在想留在设计部的话 不如我来当我的助手吧 设计方面 我会多教教你的 林小姐 你也太大度了吧 她以前那样对你 你居然还能以德抱怨 林小姐 做人不能太宽容 像她这种人 设计不行 人品差践 一心想勾引总裁 留着就是个祸害 你们可我什么时候说 我勾引你们总裁 算是一点证据都拿不出来 究竟是谁的人品品差呀 今天我倒要看看 林小小的作品是有多好 除了你们这么长 给我们看看 你为什么要看我作品 难不成是想学会之后出去抄袭吗 我抄袭你 你疯了吧 林小小既然不愿意 这个作品你就不能看 我有办法能让你 是我心服口服 林小小的设计风格 跟国际知名设计师 西大师的设计风格非常 挺有一个推断 林小小要么就是西大师的设计风格 要么就是西大师的清传弟子 难不成你的设计作品 西大师还有什么 西大师 林熙 啊 西大师 前几天就听说 总裁聘请了西大师来我们公司 我还一直想一睹大师的风采 没想到大师今在我眼前 竟然是林小姐 林小小的作品风格 怎么可能跟我相思 这其中一定会 原来您就是大名帝命的西大师吧 您怎么说呀 以您的名望 深入我们设计部分的建设 我是西大师 这有些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能有些人口服心不服 不乱搞数据 大后的公司 哎呀 还是西大师高峰量学 是我们学习的配模呀 您给我讲 那我真有实力 我必闹出西大师的证 我敢不 这 一定不是大话 我要求本次评选 公开透明 公布所有的参赛作品 这符合国际赛事的标准 要不然的话 我有理由 还有一种自贴 师傅 哪来的叫师傅呢 要不是你一间公司 非有胡搅蛮缠 跟习大师比 习大师也用不着 跟你这个小龙龙老师 我宣布你没开除了 现在立刻 滚出公司 你让谁滚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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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同权 你那 casse 你远 你我也在 你那把 你 与你 老婆 就是女儿 怎么可能不走 爱 她 听说 设计部出现了点问题 嗯 对 就是这个人在这里活酒蛮缠 要看西大师的作品 我只不過是想看一下 贏了我的作品到底好在哪裡 怎麼就變成住主啊 你們慕容集團這個風氣 真是看得見 想要不來 啊他這個要求合情合理 拿出來 拿出來給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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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這明明是我設計的菜菜作品 什麼時候變成他林小小的啦 你胡說什麼 林希 我知道你以前是賣菜的 好多沒進了慕容集團的設計骨 想留在這裡 那你不能這麼誤蔑我呀 我胡說 不管我之前是做什麼的 都不影響我是這個作品的設計者 你偷漏我的東西 還在說要裝一個鍋 在你爸媽當年搶我家才生一個資訊 你像堵船都不要臉嗎 他一個賣菜的 還敢說西大師的作品是他的 真不要臉 就是 為了留在設計部這麼不擇手段 這種人以後要是當了首席設計師 哪還有我們的容身之處啊 我有辦法 所以證明這個過世的作品 是非事 你可以偷我的成品 但透不了我的創作 這些都是我在設計過程中的草稿 和構思 你不說這是你畫的嗎 你的構思呢 我稍微給大家看看 李希 你準備得這麼清楚 連修改島都準備好 你是不是就等我現在 你就是賭定 我沒有把這個東西帶在你身邊 好階級污蔽 我抄襲你對不對 林小小 你的眼界 都可以拿下奧斯卡小青人了 你這不是抄襲 你這是偷我 你不僅偷了我的作品 還偷了我的身 你感覺天發誓 你就是西大師 要是有假話 你就是西大師 你就是西大師 所以你心虛了 你讓人都欺負我 我夫人來了 有你們好吃的 是不是欺負你 看看這個就好 是不是欺負你 看看這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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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欺負你 十幾年 還可以 開除它 你有什麼資格開除我 我可是莫苟夫人帶過來的人 你說什麼東西 你刨洩別人作品 已經違反了木工地產的幼容標準 不管你 现在收拾东西干净 否则 你就只有给全行业封车 哎呀呀 这就是个什么事啊 为什么总裁 给林新年承邀 是不给季节的未来夫人承邀啊 就是 他竟然在大人广告之下 拢着林新年离开 要真是小三关系的话 这么明目张胆 也不怕被说闲话吗 总理说 你才真正喜欢的 老师林新年 你说什么谁总裁 就老师林新年离开的 我们慕容集团的总裁 没有梦香啊 林新年 原来你早就不声不响 爬上总裁的转 在外面还装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 我一定似乎你出了 老弟出门 喂 阿姨 林新年污蔑我抄袭她的作品 总裁也要把我赶出公司 这个小儿 简直被林新年迷了心智 不行 我一定不能让林新年得丑 林新年 我就是偷你的设计 我父母对不顾虑让你说说 抢了你们家才是 可是那么 我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陪总裁夫人就差几度了 我绝不能当你毁了 有慕容夫人那个纯女帮 我看你 他什么跟我斗 总裁 证据录好了 发到你手机上了 太不要脸了 你这个林小小 简直跟他爸妈一样 当年他跟了他妈亲 就到处打着林大小姐的名审 四处狠心八道的 没想到他长大了 突然还变满家里 还想抢我西大使的发现 简直就是做梦 你别生气啊 上次你跟我说的 他父母夺了你父母的家产 你没有救救 那会儿还太小了 我没有意识要留城区啊 没事 他上次因为剽窃 已经被慕容集团开除了 很快 我就会让整个警察过程 这个事 你还是不要出手了 我让西总和秀 去说你就好了 毕竟你要是做的太绝了 让你总才知道再好 就算总才知道啊 你一定会站在你身上 哦 说的那么自信 好像你是总裁的样子的 其实 我就是 我立马给我回家 我就找人绑了连西岩的保护力军 给小小出去 我 你 要不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没事 我可以处理 毕竟是因我而起的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 这件事情 不是你造成的 你嫁给我 没有义务面对我经常的刁难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你回家等我 那你快去吧 早去早回 那你快去吧 早去早回 不好意思啊奶奶 这两天有点忙 哎您现在空不空 我现在去看看您吧 有吗有吗 我现在就在你公司楼下 你快点下了 您现在就到了 那您在楼下等我 我马上就来 你好 嗨 我看你们谁敢看着我 哎哎呀哎呀 啊 哎呦 这你呢 哪来的糟老婆子 不张眼睛啊 哎呦 我的腰啊 这老太太是在碰台的吧 她远点可别被讹上了 我这是衣服 价值几十万呢 被你撞坏了 把你卖的都赔不起 哎呦我的腰蛇吗 这糟老婆子是找你 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 小小 我跟一个老人都做什么本事啊 宁夕 别因为你爬上了总裁的床 都什么乞丐都往公司办 我告诉你啊 有默默夫人在 你是绝对不可能 躲在总裁身边的 这么巧呢 奶奶 医生说啊 您这个货被清了一袋快 回去之后啊 一定要按时涂药注意休养 可千万不能再磕着碰着了 真确的呀 幸好有你在场 要不然我老太婆呀 就要遭大罪了 奶奶 您就别和我客气了 那个林小小 居然敢这么对你 我一定给你掏回公道 没想到她这么恶毒 这件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过去 今天是在慕容集团 她不敢太放肆 该是要换个没人的地方 还不得被她创死 这一家子吸血鬼 老太婆这回 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林小小去了慕容家 请慕容夫人给她做主去了 哼 我这可惜了 真是一如既往的眼下 哼 夕言 你现在就跟奶奶家 奶奶要戳穿 林小小的真面目 阿姨 那个设计图不是我偷的 我想作品也是我画的 那视频也是假的 都是林夕言 为了诬陷我 想想放心 有阿姨在 绝不可以让那个女人委屈了呢 把那个女人开除 否则 我不介意 让她永远消失 你要是敢动我 就别怪我给你断绝母子乖 咦 你背了个女人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的教养哪去了 阿姨 你别生气 总裁她呀 是不是林夕言给你过了 总裁 阿姨也都是为了您好 你怎么可以为了林夕言那样的女人 跟自己的新生母亲身份的呢 夕言有学识有教养 有能力三观正 不偷不抢 自力更生 是难得一见的好女人 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 阿姨 倒是你 你父母害死了她的父母 又夺走了她父母的产业 而你偷了她的作品和身份 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资格与她相提并论 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资格与她相提并论 那是林夕言为了诬陷我 你总裁面前 后面乱走 阿姨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 林夕言她父母是出车祸死的 我们家的财产啊 都是我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 跟林夕言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阿姨相信你 相信你啊 笑儿 妈呢 这也是为了你好 怕你识人不清被人骗了 如果林夕言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 那妈自然也不会反对你们在一起 你别激动 先喝杯水消消气啊 不是 晓晓阿姨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接下来就得靠你自个了 谢谢阿姨 我一定会把握出机会 灵溪员 你的男人 现在属于我们了 妈 您怎么带这个女人来了 你不是慕容霄的妈妈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别装了 你不就是贪图慕容霄的钱 才跟晓二在一起的吗 很快 就不要你了 林晓晓呢 哦他呀 正在楼上跟您的宝贝孙子 什么感情 胡说 萧儿的妻子是西颜 跟林晓晓 萧昌什么感情 我对萧儿多了什么 你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下得去走 我当初在后尾班举到布隆家里门 快去快去救萧儿 布隆奶奶萧儿是谁啊 你老公啊 布隆萧儿就是我的亲孙子 现在被他亲妈吓了样 跟林晓晓在一起再不上就完了 你的伤 你怎么来了 我在公司楼下的时候看到林晓晓欺负奶奶 就先把奶奶送去了医院 之后啊在医院的时候收到了忘记消息 本来是打算找林晓晓算账的 没想到 你确认就是慕容集团的总裁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最后再找你算账 没想到 你确认就是慕容集团的总裁啊 干嘛去啊 下楼报仇 妈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林晓妍那个女人进门 萧儿上次就是为了她差点把命丢了 我慕容家的继承人是要干大事的 我要知道那是你 那我一万个奶子我也不敢呀 不是我 就能对一个老人动粗吗 你爸妈的好教育 嗯 怎么回事 我今天早上在公司 撞到一个人 不知道那是老夫人 嗨 妈 小小她不是故意的 你看 她现在都给您贵地赔罪了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她计较了 哼 是不是故意的 可不是您说了算的 阿姨 我害怕 小小别怕 这里是慕容家 还不是她能撒野的地方 哼 这里也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给我散开 妈 这个女人是来骗萧儿钱的 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 武道士杰 你身边这个女人 才是来骗萧儿钱的 他们之间的事情 他们自己决定 再敢插走 别怪我把你逐筹慕容家 别以为 有老太女为你撑腰 你最无法一天 慕容家 还领不到你说了算 哼 多谢粉丝 你要干嘛 算账 你 你要干嘛 算账 你想干什么 我也是查找 去你的 哪来的糟糕脖子 不张眼睛啊 我这是衣服几十万呢 你要是算坏了 把你卖的都赔不起 那不是我 那是假的 这是公司前台的监控 显示的清清楚楚 就是你不能去装个奶奶 都骗得来一遍 奶奶后辈 现在还有一块运行 你还想不承认 你敢这样对奶奶 说死 妈呀 事情还没完呢 西言继续 没西言 我就是偷了你的作品 我的父母就是故意让你父母出车祸 互必抢了人家财产 但是那有 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李总裁夫人只差一步之一 我绝不能当你 有慕容夫人那个蠢女人帮我 我看你拿什么给我的 不是我的家的 不是我的家的 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交给死了 你和你那一家子 就等着把脑袋都穿吧 你们以为你这个是什么好磨蹭 他费尽心思勾引你的时候 孩子还被别人包养 只不过是个被害吧 我不配欺慕我们家的 看你西言真要不分 我有证据 我看看 阿姨 这是真的 你西言他被人包养 这是他跟老人过夜之后 你出来的照片 这是真的 你相信我 看我还真是瞎了眼 他在教训你 这照片上的男人是我家的司机 姐 喂 妈 林心 要害死我们全家 你快想想办法啊 小小 警察来我们将逮捕我和你爸 你真是把我们害死了 来人 再走 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撤开我 你现在 还想让林小小做你的儿媳妇吗 我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西言你看 都是我不好 被林小小蒙蔽了 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啊 知道错了 还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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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对对对 我们先走 还岳父岳母的人 已经受到了惩罚 你也可以安心吗 你也可以安心吗 坏人去被抓到了 那再海岳父岳母 睡不太早了 我们俩都写在一个结婚证上 这岳父岳母 怎么就改叫呢 这样 有时间带我去祭拜他们一下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女儿 找了一个多好的如意郎君 你撒谎骗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自己 是不是个好的如意郎君啊 老婆我知道错了 你都演要演员 你告诉你 休想 哎老婆你别走啊 好 好 不惨 不惨 不要啊 上楼山下不海 我也要接鞋回家 我来接他回家 追溯破花 只想帮我们林家大小姐带回家呀 想的美 我把我名下所有的产业 车子房子都转到了他的名下 还有 还有 我为你们二人 一人准备了一份豪华马尔寨夫半月游 两个小时之后 飞机去飞 好像 隔点沉 那还等什么 走啊 你们两个小处来的 自动把我给卖了 不是 喂 我来接你皮下 我来接下来 我来接下来 你会接下来 我来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